宝石蓝的湖水被登山客形容为天使的眼泪 台东有一位青年级女生就带着单眼相机 一个人登嘉明湖拍摄纪录片 捕捉震撼美景跟丰富的生态 这位年轻的美女导演原本念的是观光戏 因为喜欢登山就开始接触生态纪录片的工作 她的第一个作品《嘉明湖》一推出 就引起了观众热烈的回响 传说中 有一面破碎了的镜子 自天上落入人间 那四散的碎片 落在不同的地方 都化作了地面上 大小不一的湖泊 位于台东海端乡的嘉明湖 是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湖泊 宝石深蓝的水 仿佛落入人间的天使的泪 这颗天使的眼泪 是所有登山客最为美的梦 台东的女儿黄可玉 花了三年的时间制作嘉明湖纪录片 这位外形纤细的七年级女导演 一个人扛着摄影器材和露营装备 就在无人的嘉明湖边扎营工作 一个人吗 你展示这么大啊 对 就是连续十六天下大雨 雨一刻都没停过 所以也没有办法工作 就是即便是有一些雨景想拍也拍完了 所以就是在帐篷里面蹲了十几天 对啊 因为帐篷没有办法站直 对啊 所以就是当你 有时候必须要出去上厕所或什么时候 你一站起来你的膝盖都是痛的 就是蹲到膝盖都受伤这样 对啊 因为预算的关系 纪录片是用单眼相机拍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嘉明湖为纪录片主题呢 黄可玉说嘉明湖有太多传说和神秘色彩 有地质学家分析 嘉明湖是一万年前彗星撞地球的陨石坑 也有一派认为是台湾冰河时期的冰斗湖 不论成因为何 年轻导演说 嘉明湖是许多野生动物的棲息地 这一点是最吸引它花长时间记录的 对我来说 嘉明湖的传奇 也许并不在于它的身世 而是在于在这个神秘的湖边 目睹着各种生物 顺应着这个变化多端的高山环境 所演出一幕幕让人动容的戏码 大学念观光系的黄可玉 因为热爱大自然 又喜欢登山和摄影 毕业后开始走向生态记录的领域 嘉明湖就是她第一部作品 即使获得不错的回响 生态记录片毕竟不是能赚钱的商业片 她还是得做登山祥岛赚外快 筹措拍片资金 嘉然也心疼她的工作危险性太高 但是她乐在其中 她一定有她迷人之处 对 当然辛苦地方也很多 只是有的时候 那个迷人的地方可能会 会盖过你的辛苦的部分 那不行 对你而言也是最迷人吗 其实经营在这样的环境 就是最迷人的事情 而且其实 有的时候你的生活 你除了去记录那么美丽的自然之外 你的生活每一件事情 都对你来说变成很艰辛无比的时候 其实你在面对那一些生活细节的时候 也都是很迷人的事情 嘉明湖打开知名度 黄可玉接着把拍摄目标 放在伐木古道立家领道 光是前置作业 就花了她不少时间和心力 因为你要构思一个故事 你必须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你有足够的观察的话 你才可以看得到故事 因为故事它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 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跨季节或跨年 也或许是一种对大自然的使命感 这位七年级的女生甘愿背负沉重的器材 忍受孤独艰苦不求名利 默默用镜头记录高山的丰富生态 用镜头为家乡写历史 她说台湾还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傻子 希望嘉明湖是一个好的开始 能让更多人重视生态纪录片 透过对环境的了解 进而更珍爱身处的土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